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这是东亚队的进攻 能把它断下来就一层金 我还给吴磊 吴磊直接外围射门 能看出来这个确实脚下有两码刷子 他这个射门的时候摆动的幅度不大 突然的发力很隐蔽 但是打的力量和角度不非常焦酸啊 现在没在这个球场里不知道球场具体的能阵就是比较少 但是这样的天我觉得应该特别提防对手的远射 是 我们需要我们这个后防的球员 一定不要给对手清一气要射门的机会 而且这个天比较潮湿一些啊 这个比球沾了这个湿气会比较发沉 对 远射特别弹气之后的这种向前冲的力量应该很大 这个赛季青岛队所赢的比赛全部都是只赢一个拳 对 而我们的对手东亚队的这四连败 围上比赛也都输一个拳 希望这个规律也计下去 打中亚队啊 这个攻坚的重点还是要挖开它的边路 它的中处的防守因为有外援的两名强力的外援中卫 还是显得相对稳固一些 左手一摆 这个雾啊 我是想起了有时候看一想的 人一想那是焰火 反正是雾 那对它这个阵营相对来说较为稳定的始发是什么 今天他的门将还是上的剧主门将22号宿舍 他的主力门将年纪零续冶伤 后方线中卫是一班和阿多这两名外援 边后卫左边是他的队长四号王清超 右边是二号驴修 中厂的双后腰是上方加急和路 危险 哎呦 下来这球 险些是给我们的车门造成很大的威胁 一到门前 这下是没推上 对 推上的话这脚很要命啊 还是我们在防守端应该是对对方的这种 套路应该是比较熟悉一些 他的潜点是他的外员卡特萨斯 这更像是一个虚招 而且刚才那个球卡特萨斯倒地了 他是很聪明啊 徐建荣 投球的后蹭 赵宝的奇迹回航 赵宝的奇迹回航 戴球长驱之入 现在这个雾气越来越浓了 现在想要看清号码是非常困难 只有这种稍微近领的镜头 看起来才能比较清楚一点 山羽越来风满了 据说明天开始 中国的东部各地会迎来淘宝雨 暴风雨前最后的零件 正龙 正龙的合同是到这个赛季 赛季末结束 按照国系系人的规定 提前六个月就可以 所以说接洽 接洽了 这个玩过技术经理的 你都知道 这时候可以去准备签免费收缠了 所以说正龙的这个去留 对于签网 请来看这个进修 现在也是有很多传言 前一段时间问过俱乐部的枪复的男具 同时也说这个近期会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也希望赶紧会有一个确定的一个答案 其实除了正龙之外 布鲁诺的合同 而到这个赛季末结束 两大进攻核心的合同 都是只剩半年多一点时间了 所以说如果不能解决好这个合同的问题的话 队员们毕竟是职业群 他很难不为这些事情去分析 去考虑一些东西 我觉得俱乐部还是应该位于筹谋 对你稳定是比什么都强 转身射门 甭了打在门柱上 裹过一截 军下队的联系队员们 这个扩人能力确实不俗啊 刚才是5点 我想起来就是装备打2给你 对方两个门柱 两个门柱 率先反了 但是打那么随便不服 这场比赛的对手 可不是哈尔滨营队 你们相续应问的 吴蕾也是被很多球机 冠入球王的绝号 照这个时候来看 他确实有希望 成为年新一代中国群的领军人物 对他上海军下球迷 给他一个动家大名节领领的绝号 他是球队的核心 嗯 看这球 有机会了 挺的 是被打了一场啊 进去你的核心 核心 然后幸福 嗯 然后身P67号站好 所以合起来就是核武器 核武器 我还以为是5星期7呢 我刚才看这个球 确实是东亚队的核武器 嗯 难怪许丁宝曾经说过 他所有的投资 一个5垒 已经能给他挣托了 对 说了5垒3000万也不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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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建荣是肯定人 嗯 都是出生于1990人 嗯 朱建荣的中超的经历 要比5垒更加的风俗一些 经验应该是更多一些 我希望我们的小株 能够看到同龄的优秀学员 更加的努力 能够见闲思习 对 现在可能 各方面对5垒的评价更高一些 但是才20多岁 还有远没有进行 20多岁的时候 政治还是优惠位 有的时候职业球员就用这样 突然有一天开窍了 就豁然开了 是 你看现在高龄踢得多好 这样 走喽 这间间的看球都很困难 今天应该用准备好彩球 我估计应该是现场应该没问题 现场没问题 这个电视的这个相对来说 能见度稍微差一些 对 我们在现场的球迷的朋友们 可能看起来没这么吃力 你选上去来看 踢得很起见 嗯 再这样下去 我们下场里头我忙缩了 我们可以谈谈晚上的卧怪 哈哈哈 这是一个角色的机会上面 我们比赛11分钟 五十六两 12分钟 对于冰的球 能不能成功 中国被突破 非常好想冰的 武器 战谋 22号松诺 这是第二场首发 然后到中路 第一点 人家出来了 还是很稳 这个门匠找门匠 一个大脚品 不飞 准备到这样的年轻的对手 李宗铁 你的队员应该觉得很兴奋 都是同龄人 一较高低 说到这个徐静宝的亲信啊 昨天参考徐静宝的时候 刚才在片子里面说了 只要说正确之外 还要有所行动 他也说青岛的这个 实际上是所发展的不错 但是我们这个职业队 确实需要更多的 培养出更好的事 希望之心来 为我们的一队来输送血液 这些东西其实也是上海东亚队 我们一直叫东亚 其实人家这个赛季是上海集成冠名的 叫上海上岗 上海上岗就是上海岗局 其实能看出来 这个赛季上海市政所 对于徐静宝这支球队的重点 你看上岗集成 他顺全是虎花银行的冠名 对于这支球队上海市政所 做成的重点 认为这是他其实在做足球的一支球队 所以说各方面 他也是一定的优惠 和帮助 另外一支球队 上海生花 顶着十几年的生花的老名头 由于朱骏同志这几年的不断的忽悠 上海政府市政府对他也是失去了耐心 这个赛季就任由生花 你折腾我自身今夜 这也能看出来 其实做足球 踏踏实实的自我 和图极倒把 是不一样的 我们当时在说的是上海的这几支球队 百位直接上门 也是有现实的启示意义 是 这个赛季好像上岗包括不发银行 给责任的总共的赞助的金额达到了7000万 上一个赛季上海东亚队2000万就成超成功了 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很正常的一个市场规律 商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追逐利益和把自己的财富的最大化 东亚这些球队确实能让他们看到希望 徐根宝的这种人格魅力 包括对年轻的人物 我给讲 吴磊 张云鹏 曹云定 这些人就是很好 活广告 把钱把人交给徐根宝 人家放心 其实如果全英国有十个根宝树基地的话 这好看 中国都说的未来真的是一片春天了 当然现在搞足球的我们还是要希望更多的足球人有这种远见 有这种牺牲经验 就是我可以我来种树让后人来成为 我们现在很多的足球投资者也好 足球角色者也好 我投资我就要我自己收益 我不能做我投资让别人收益 这样的话 对于整个中国足球的长远发展是没有利益的 中超现在需要广州恒大 也需要上海登亚 对 但是有一种是我们不需要的 哈哈哈哈 需要不同的发展模式 是 但是这种发展模式最主要是健康的 说了这么多墙外的啊 回到墙上墙上墙就对更多的这段时间是在中场和不断的缠斗 好 在小位这球给的不错 拥抱一对二 对方 就在瞬间同时后转身把这个球拉过来 让对方上的更快一些 你看东亚它和恒大是两个极端 东亚外员都用在后方线上 金融线全靠国内球员 恒大正好相反 最好是平均一下 当然恒大它因为是太有钱了 它的这个后方线上全是一损的博脚和前博脚 据说我们这个赛这个礼拜的训练着重是演练了进攻端的一些配合 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个感觉演练的效果一般啊 能面对东亚队人的这个进攻并没有鼓出让人眼前一亮的一些东西来 这球不越位 回座载船危险 后点直接转到门前 还好这球 总的这个位置好 实在还是不错 你看对方刚才这个战术打得是非常的清楚 太过次了 这是他这个你看他刚才有一个这样的球 就是说传军之后的前两点往前冲营 你看你的防守队员 他的后点才是最致命的一个点 很小 很小 又给了小球 又给了小球 就是我们在用递深入 你可以看着 我们在用递深入 这球他被前面的队员是晃了一下 球落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没有时间去做准备了 这球更下来砸在他头上 19分钟往而追不去了 底分还是0-0 史建荣分离的投球真到第一点 投入的进攻端 我们的兵力还是稍微少了一些 周震 想望身后传 但是到了前场 我们进行靠路不如上队的搜索 而且我们这种向前传球少了一些 向前传球少了一些 回传横传偏多 其实周中这些位赢在我们里 赢在哪 如果说更有经验 我记得能够更神秘的 如果队属那两个门处都转化为进攻的话 而且队方除了门处开场之后 还有好几次有威胁的进攻 财队员实力进攻有力 中正往线上 东亚队他现在这个技法 还多少有点徐登堡当年 在身发的那种抢逼围的感觉 队员年轻能跑 所以说他对相对来说 一对比显得中中队的出球的节奏 进攻端的这种速率偏慢 所以说我们对对方的防线 现在没有太多实际性的威胁 徐登堡已经对上海东亚队 在防守的时候 就提出了抢逼围的要求 在进攻的时候 他又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要求 接船转 接船转 其实这也就是几个字 涵盖了现在就说的一些 最基本的东西 你包括恒大 他这个赛季很明显的进步 就是说金刚刚向前的传球 要多了很多 再就是说防守的时候 整体的站位和团队的这种 默契的逼强 会给对方带来非常大的不适应 以往看我们和日韩球队比赛 都是人家逼我们抢我们 看恒大比赛 就完全就感觉像是一区欧洲队 它是在请日本对韩国队 所以恒大今天的亚冠 确实挺挺好 我认为是国冠的大任务 我们现在限度恒大还是太远 还是希望我们的中东队 踢得更好一些 这球 吹了是中文的犯规 全类 朱正荣别看年轻 朱正荣不算年轻 他是这支球队年龄最大的几名队员之一 八八年出生的二十五岁 已经是这支球队国内球员里面年龄最大 给标入 这下 丢 刘健 刘健也是陆选了新一期的国家成绩的民旦 冠冠队这几期国家队始终只有刘健一个人 正荣的呼吸虽然很高 嗯 诶呦 危险啊 正荣这个赛期是一般表现一行 但是始终没有回到第一年那种 中文在初中王那种平等状况还是在走路 一对一突破 谁上 主要一对一谁上我过水 我感觉这个赛季这种突破少了很多 爆发往往是间歇性的爆发 而不是像一赛季 整个赛季都能满定了 高水平失输 刚刚吴磊也是重复过亚队 那 连续的小说这球 可能是看不到身后还是选择了不较稳妥的处理方式 紧接着这个联赛间歇性7WRT要打三场比赛 我觉得包括元件 到时候都有关系这个机构的事 10天之内打三场比赛这个算是太平 嗯 刘健因为他的这种全能的属性 让他在独家队这个位置还是比较稳妥的 再看小桥 吴文军这是往进去外面去罚 想找一个外围的点 但是没有罚好了 中文队被对方上抢 就把这球断掉了 没有约位 吴文军再传 第一点 中文队顶出来 外围落在了对方的脚下 王家杰 内切被断掉 不动作 加速 过掉李文军 两个人上来了 中道边路 边坎 没事带 没人接啊 想要造一个犯规 但是主船上没有理会 中文队在进入的时候 还是缺乏接应 缺乏接应 这是个大问题 这是个大问题 真的 我们现在就是进攻关 更多的是靠个人能力 真的就是说 想出球都没有点过 给你出啊 像这样的进攻套路太简单了 一旦被对手连了扣 是 进攻门太难了 我们最近 我们除了这场比赛 就在两个进球 一个对方不容 一个不容得直接认一球 再没了 明显成没有进球 这是选择的吊门 主船朱镇荣的比较团 他想用脚的内侧 兜一个上脚 又包装的位置 老熊 主船朱镇荣 前程的借贷球 向非 열� 行 算机 扶达 不确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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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在对方的饭场 我们达职取之后 再去组织的办法 真的不是很多 我说有没有犯规呢 没有 还是没有板位 对方 来自西门阳的外面 对手一定要快速穿起来 对手一动手快 整体移动很快 防守的阵型保护的也不错 稍有其一对手就逼上来了 是 你看刚才前准备那次左侧的镜头 朱建荣在边路的时候 他把对手中卫阿多是给拉了出去 但是当我们接位球制出来的时候 他能马上这个位置完全全部回来 阿多是重新回到九星 朱建 因为刚才这意思就是进了没人接 我去 你给远了 整了这球给的不错 有机会传 好 后点不落了停下来 有了 哎呦 天呐 真可惜 这是进攻的闪现了一次火化 船是有意识的找到不同的这个点 可惜的一下没停的特别舒服 脑轮的一脚 这球船还是很有想法的 前两点也是一个虚跑 真正的是后排插程的动作 我以为你真的超红射 没见过 刚才是升级 还不够吧 太阳了 都没什么 我还没怎么够 对 你不能够 无论 苦力 你也就是 你也是 是 fo 有时候这种僵尸的比赛需要一些精彩的配合和射门 一是来鼓舞权柜的士气 二是带动球迷在特别在主场 球迷在多数的气氛 无论多队员的场地就会有更多的加成 所以要可以提醒一种精神 主场应该踢着动向很求胜的一个感觉 原来这个雾气朦胧感觉像抗武侠片似的 传危险 没有人防守越位了 这个越位了 又是7号无类 全力真壮 无类确实又领受 神殊鬼猫 他其实在鼠华这个位置上并不是中路的这样一个提前的位置 所以说徐登堡也是赋予了他很多的自由活动的权利 前场的普通用 为什么能看到他 对他后来有点弱 就是说整个东南的战士 不能说是比他两次进转 但是也是 他为重点大人重点的战士 有点像篮球的这个CBA的王哲林 全队就是说他当那个真的核心在去培养 因为徐登堡王才在我们的采访的时候也说了 就是要打到球心 要超越豪海东范之翼 可能他打到球心不能光讲说 一定要对王才在战士上的围绕着他打的数 然后战士 特别这个队员他有这种能力或者是有什么特点 要着重的给他设定一些战术 就像巴掌围绕着维系来打 因为这个伊富跟维系不兼容 可以把伊富这样的打到球心都卖掉 嗯 这个摄像机镜头前的这种雾气啊 是很重的 所以说拍出来这个人 很有朦胧美 找球 不错 对王刚才已经是 备主而认证 在我们的证据上没有太多办法的时候 冰尾球真的是 感觉真的是我们创造出机会的 不把握的一个特装 高峰的媒体技巧很好 刚才熟悉的那边 我们脚车到门前 第一点是被小优马队点了出来 是什么 是什么 对王队点是被小优马队点了 是什么 都没有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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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给了越位 怕是开能求 几才没吹上 边还挺遲 感觉的机会 看有没有 然后选择了向前 其实三平台的速度还是挺松的 危险 再传 再准备传好 竹剑荣大猜确实在对方犯规裁判 就是传统他曾经没吹的情况下 他回追动作是有些大的 马上那个动作确实看上去 有些带着情绪的 小叔应该是注意父女小姐的行举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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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给的对方 李云秋 祝福上前了 起球 连坎到球 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 有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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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往前走 张龙速度 突起来 击出来 又小 又小 还是倒露了 有了 三十四分 四十五秒 张龙 左掌的推设 王主信号中文队率先同奖局 一比零 这人是反击啊 新鸟理论在这一时刻体现了零零近视 张龙速度之间跟对冲配 张龙速度之间跟对冲配 张龙速度在那里 这个配合确实就不靠我了 是 刚才应该是左路 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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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张龙速度的摆车也是非常好 这件事是一个特点 刚才这个 艳然就是我们在青鸟关 应该是有过的配合这下 他往里领了这下真好 右脚不会射下 倒到左脚上 这下还是推了一个很准 如果右脚可以 第一时间就可以射了 还好对方这个被他一下是完全摆头了 后背现在太高大了 突然一下转向他转向肯定要买 这样比赛就舒服一些了 对 感觉随着阵容的进球天也开始放晴了 五过天行 看一看之后会不会出现太高 以前三十五分钟 当时在阵容合同没有确定的时候 这进球不一定就完全是好事 之前比赛整体来说打得比较贵的 嗯 这很像足鞋 足鞋杯那场比较贵的上不上 现在可以舒舒服服打我们的防守反击了 现在手中有良心更不复汗 嗯 嗯 刚才的进球从发起到完成三名队员 是 所以这就是球星 这靠的是三个人的个人能力的这种结合 从现在来看布鲁诺和郑龙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太重要了 嗯 如果缺少了这两名球员的话 是 我们在风险上的实力大大折扣 所以说 先不用说别的 先把这两人留住 对吧 然后再考虑别的 确实应该居安四危 所以两人的河头马上就到齐了 这下是踩在了地球的角面上 这人也是提兴奋的 一定得注意控制自己的动作 防牌 全体在嘱咐大量去 全体说了你身体好也不能这么提 这下阵门确实也是不是冲人去的 所以说 领到牌的时候 不仅没有和主裁判去抗议 反而是很关心对方 这是郑龙的发展那个技术 郑龙的现在这个表现 越来越有那种球星的 无论是场上的处事 还是越来越有那种球星的范 其实在去波将军走之后 郑龙这些年也是 包括流线往后退之后 郑龙逐渐在进攻的那种天赋 展现出来成为 成为为所上重要的军人 头牌人物 不方便这种人在成熟 现在最大的困难 难题就是在郑龙之后 我们有点忽悲 郑龙之后 网人的意思 07年记得很清楚 郑龙的开始在这支球队 长着头脚 对 那已经是六年之前的 说实话 现在来看 无论是宋文杰还是朱建龙 虽然也是很出色的那些队员 但是他们距离郑龙当时的这种给人的感觉还是有些差距 有差距 确实这差距是客观存在的 而且在更可怕的是在朱建荣送文杰之后 我们再喜欢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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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 这段容把球护住了 对方回响了之后 立即扫堂腿 对方回响了之后 跑出小本 记下来 落后之后的东亚队 反而是不像是0比0的时候 打得还能阻止起来 有威胁的进攻 因为他们有点慌乱 还是年轻队员 逆风球对他们来说 还是相对来说困难一点 年轻队员踢球 往往就有一点 有种情绪化的严重 踢顺了一顺百顺 当不顺的时候 所以说青岛队是 你打法对东坦队来说 应该是挺可 因为之前几个 我们都说过 中文队有这样一个本质 不管你拨好多 你的球队 到我们这主场 会被青岛中文队 用我们的缠 缠斗大功 对缠的就是说 和我们一个踢板 然后就看谁运气更好一些 包括东亚队 这是第一年踢中超 点击连赛的经验比较 比较费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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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起来在 王神超在传 王神超越位了 嗯 嗯 哎 进去前言啊 我们的防守还是有些松散 对方这一下是对方万言摔倒了 哈贝萨斯 如果不是的话 这球让他再 哎 注意盒半体骑了 是吹的约位 应该是吹的王神超约位 对 刚才那个角度很难判断 能不能判断 走上了 走上了 到底现在在传门前 还是只有一个点在包抄 哎 没 没有 没有啊 这下步骤 应该不会 嗯 还好 你说裁判吹哨之后 这莫连是生最元气啊 所以这里时候 他是想要 拿去再攻一下 就没想到 一瓶 就停出去了 没了 没有了 就到了周正 对方的王树超 其实梅尔坎的作用呢 就是往往我们现在 还没有把梅尔坎做一个最大化 就是说梅尔坎他在中场拿球 他有这个卖节奏 他的优点 就是说刚才那时就有一个很好的 对方三名队也上来围墙 梅尔坎把这球分出去 如果我们呢 进攻的这种投入兵力 会多一些相次化 会明显成的话 会马上形成局部的多大场 但是我们现在转出去之后 机脚横传又变成这个 可以允许梅尔坎慢 对 其他队员 其他接应点一定要快 这种节奏上的变化 对方我估计 其实梅尔坎说什么 但他不足 对 他的传奇的视野和意识都很好 如果我们能跑出更多的接应点 梅尔坎这个野心 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后点没务学位 梅尔坎一句话来形容 就是需求很合理 慢有慢的道理 是 梅尔坎当年也是高分锅的爱托 厦门 当年在厦门的时候没这么慢 梅尔坎他自己说 他以前年轻时候在欧洲 是踢前腰位置的 进攻选手 多可以一滑 天太局场 这个球退上犯规了 感谢天太局场 看出这个和谁亲爱了 关键是对方前锋是滑倒 我看刚才梅尔是不是想倒动 这些阅位 是 多亏时 嗯 这个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在球上了 脚下一滑 脚底下一滑 这一滑其实 也帮中东队解二位 也是给助理裁判守了一个难题 对 刚才那个球阅位的嫌疑 阅位 上场53分钟 这他看吹响上场比赛 学士的哨声 1比0 凭借正龙的进球 就能在主场是领先对手 观众朋友们 我们稍微休息 再来欣赏双方的想象比赛 当年亚新赛的时候 决赛阶段 他几乎是包办了中国队 好像是包办中国队所有的机票 六个机票 然后到了世行赛的比赛中 打赢篮 没上场度 这真是一个传奇设计 对啊 帮助冲心队当时是实际了八强 这个程度其实要补 当年超盘经济队的时候还要牛 中国当时 没有企业化 企业力不够 包括没有电视转播 我重新来看比赛 上场比赛 东亚队 我们来看比赛场地的能见度 要比上场比较好 太多了 先进来恢复正场 这几天就是因为太雨的临近啊 特别天天气场靠海边 这个雾气还是很重的 转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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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的是可以预见到这两个人 在国家队肯定是犀利的一举 扎党和组合 我们希望我们的阵风是越体越好 同时也希望 东亚的五磊进一步的成功 这就是中国的足球的财富 希望他是超越好害羞 投球 顶了一个弹底球 阿多 就是他这个投球顶得没有水准 嗯 他是往下砸的这一下 砸的太深了这一下 他对这球的弱点叛表不弱 这球如果是向前冲的话 还是远离起跳往下砸 这能见度好是不是和现场开灯了有关系 你看局场这个灯光也是亮点 开的是雾灯的 哈哈哈 哈哈哈 多少钱啊 脚 这一下自己晚了一下 确实需要控制这个动作 对啊 呀 呀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没有传过去 吴磊撤得很靠后 对于前场自由人的角色 今天说实话 我们对于吴磊 上不上不下来 他并没有是特别的 去针对性的去考证守他 没有派这个专门队员 一对一是吴磊走了 这我觉得张伯东知道 这也是他的考虑 毕竟吴磊他的前方位置很佛 如果真的就是说 派对员这样跟的话 把我们自己都给绑了 是 吴磊很强 但还没有强到 就是说 像艾尔克森红卡那种级别 派对员全场跟防的时候 这本身就是说 对这名队的一种承认 一种肯定 哎呦 让他看 北方下方比赛也加强了这个中场 拼抢的力量 重量 你看镜头很有意思 一个正能一个高日岛 正能今天的表现 是不是在告诉高日岛 我确实比喻还强 这个背后这个手上动作还是很明显 他多对球 我不知道他的报应 这个球确实他手上有一个往前推的动作 对 你看他 哎 这一下 这一下 这一下脚下还有半的动作 手脚齐用 不知道他还在抱怨是吗 难道他在投诉朱健荣摔的这一下不过优美吗 还要这个 艺术表现力吗 可能是这个原因 你看就是说 这个如果炸弃机会再抓一个的话 我们俩就非常困难 这一条 正能 左脚 找到后点 第一点是被东亚队争到 不完老子 跑的 就给了正能的路线上 这种 在船 这小球 解围 好像打在全美的胸上 这小球 说 黎文君 王世超 他的有些多 中路 挤进去 但是 位置上 那里头还是卡尔萨斯跟人也许是一般 你们来看 奥尼亚确实至今可能有限 有限 它的外援真的是陪练 主要是来衬托国内球员的 就是看中方现在以为基本上就是一分鞋一分鞋 是啊 这东西必然 因为中国的这个足球的水平和环境 如果你给的钱不够多的话 对象是不会到这儿来击球的 就是中的很少的钱来中国击球的这个也想不想 能力可想而知 对方这个防线啊 他现在下场比赛来看这个就能有漏洞 看我们能不能抓住 因为我感觉 可能有些消耗有些不大 有些跑不太动了 现在踢不踢上 孙文杰还有排 孙文杰我觉得在中方周圈被踢得非常不错 嗯 对于孙文杰来说 关键是在六位队连赛中记得了信心 包括他的实力能够发挥在中方的赛 是 孙文杰感觉就是说 打五名的上一番 进入上一局之后的 踢脚射门啊 包括一些冲击啊 还是 感觉状态不错 他现在其实也是需要捅破一层窗户 就是在连赛中如果有进球入账的话 无论是自己个人的信心 还是主战连对他的信任 他会上一个层次 对 比赛王宏就是这样 包括他当年在 啊 球队站稳位置的就是说主场四比打南昌那场赛 上场两个单刀没进 张万龙知道也确实 还是信任他 把他都在场上 最后是没啥耳朵 彻底是 占卜了 球队能够的位置 你说的这个主战连的信任 我觉得非常的正好 嗯 嗯 不是每个人都是索斯克亚的 第一场比赛就能进球 就像吴蕾这样 嗯 徐登堡包括高宏多 基于他充分的信任 所以在场上踢的这一位 也是怕失误啊 是 我们将沐宏飞打了一下 还是在对方二号里云秋的脚下 还是在寻求脚下的地面的配合 对方打的也是不激不躁 吴蕾横传 哎呦 一脚射门 偏了 这吴蕾还真是能在这种 绝境的当中啊 给球队制造机会 还真让他把这个球传过去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后防线 刚才还是有犯这个毛孔 就是说 人数 我们不少 但是防守的时候 还是更多的看球 不是看人 船船 找到水雷萨斯 两个人互相的配合还是不错 吹了塔贝萨斯的拉伸上规 还是稍微有些急躁 一般是西南亚的外转后卫 可能是他被拦出了 这就是爬特贴萨斯的拉伸上规 这也是一范的 这也是一范的 现在带了这一下对方球员觉得上一下能想到 没想到不如落第二步更快了 同样是转身加速 他要比别人做得更快 直接选择打门 周正上来射了一招 周正有一招远射 但这招远球阀的 这球是不是距离球门稍微远一些 在周正的射程之内 是啊 中尉来自西班牙的中尉 其中他的本土缺出位 包括现在国家队的鼓鱼二也好拉姆斯 都是右边位出身的 这次撞一块儿就有机会 这球快点把这球捣出来 直接往前走 预备一阿多上来了 延防了波门段的进攻 这球断了它 周正回的还是很快 还是往前走 相对来说人数太少了 看这球传稍微有一些危险 这球队是越位了 这球第一感觉 我感觉好像这球传的瞬间并不 我感觉有个人能够看 你看这球感觉传的瞬间 对 差事在啊 我感觉有带传的 宋龙打这边也是挺勉为其难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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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比赛节奏啊 就像是给上海东大队射的一个死灵险阱 感觉说实话我们的这个阵击战 对方看了确实往自己看了 觉得这个球队进攻 确实没什么特点 会放松警戒 他特别落后之后 会更加放心地投入兵力 但是一旦当他的兵力 投入过多的时候 我们真正有威胁的进攻就来了 那就是温水煮青蛙的理论 嗯哼 布诺 射一下 好多一颗 这球犯规 看着犯规 这球布诺和正能 这是新人心啊 布诺这个角度跟力量稍微小了一点 方向是往 方向是往左前方走的 但是这球阵容的反应好快 包水冰军员他们直接往往 就是说 你也得到重心的默契 对方这个犯规也是不理智 这个球如果让正能在这个位置 能到的话 威胁不够困难 但是这个丁没错 有威胁 投入过 顶偏了 从后 立鹏 是在工作的里面 远古诺他真的会贫 你看他在顶这个头 就是作为箭头人物 身边还就是没有方向的人 布诺诺的投球能力也是不熟 上个赛季开始了 然后呢 也就是屡屡是有 投球得分的进账 对 别看他个儿 反正说这球球还真是很灵活 下场比赛 吴磊 感觉是有些消失 今天我们成为三远的意思 刚才这是刘健的林昆子姐妹 所以在赛前孙飞三大也讨论过这样 就是说今天最担心的防守倒不是最最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这球队的防线相对来说真的在中超里面算是不错的 对啊 整体实力不能算这个中上游 但是我们的防守可以算是中上游的 担心的就是在主场能不能有进球能不能吃下对手 特别是东亚队这条攻击线更多的是国内训练为主 所以说相对的说更担心进攻一些 但是今天还好不错 郑龙是活主的前队 在传岸林昆军 也能被low了一下 这球出一算 林昆还是留下了第二次进攻的机会 在传岸门前 地点还是点不出来 控球率 冬甲队应该是带于很大的优势 冬甲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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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给过去 关键球的处理 比方 百威芭蕉运射 这时候打得很有质量 稍稍高出了球风衡量 来自12号 李文君的声门 这次《二十五号》 大仗 这次 三十五号 热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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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末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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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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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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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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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